马来西亚吉兰丹州 是去年大马水宽当中 最严重的灾区 而慈禧之宫从急难救助 到目前的中长期援助 是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而最近是逢穆斯林的开斋节 慈禧之宫除了举办大型的发放 也提供香鸡饭 让村民来制作开斋传统食物猪筒饭 一方面也和村民一同来庆祝新年 同时也推广素食 南洋咖喱加上塑料在大锅里翻炒 看起来相当下饭 庆祝开斋节 吉兰丹州马里乌来村妇女 忙着准备开斋节大餐 开斋节在穆斯林居多了吉兰丹州 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延续水患过后 对乡亲的关怀 慈禧之宫进行大型发放 同时也提供香鸡饭 制作开斋的竹筒饭 一千只竹筒饭制作起来耗食废工 节查丽娜找了邻居和女儿帮忙 希望跟所有村民结一份善缘 虽然竹筒饭不是传统的牛肉口味 但却包满了村民和志工的爱心 这个年玛丽污来村民格外难忘 大爱新闻 中国彩云蓝颈飞 陈维迪 马来西亚报道 再来 再来 再来